里面找一些资料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刚刚这个我们第七章的范例是 旅馆 那我们如果找饭店好了 饭店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这个OK认证的饭店页 那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的话它是一个CSV的档案 所以CSV的档案 另外还有Json档 我们用CSV的档案来试 比如打开来之后的话 CSV可以直接用Excel来开 所以我们可以用离线的方式把它打开来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会类似像这样的资料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就是说 这边总共会有几家饭 几家的饭店资料 其实总共会有70 72减1吗 对 有70 一家 那其实一家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将来可以在listview里面显示他是哪一区 哪一区点进去之后的话 会秀出这边底下的资料 在哪里地址在哪里也可以秀出来的话 那我当然可以用以事有先 预先处理 那预先处理怎么处理 其实像这边的BCD这个自己来其实可以不要的 那另外的话 分区的资料在这里 另外这边地址好像有重复到 这个也可以是POI应该是指的是 在那个Google里面查询的 查询的地址 那这个也不要好了 我只要前面这个地方 那我要的是怎么样呢 就是知道他是哪一区的 所以你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两栏怎么样呢 做个排序 排序部分的话呢 有标题 那按什么排序 我用按照地址排序好了 所以地址的话是一个displace 这应该是displace address 然后由A到Z按确定 那排完之后的话 其实我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区的 比如说这是40区的一个 然后大同区有这几个 大同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什么呢 他哪一区给